赵州桥是中国古代桥梁建筑的杰出代表之一 被誉为单孔毯湖厂间石拱桥的典范 它鉴于隋朝年间由著名匠师李春设计建造 距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 赵州桥的主孔近跨度为37.02米 拱高只有7.25米拱高和跨度之比为1 无左右这样的设计实现了 低桥面和大跨度的双重目的 桥面过度平稳车辆行人非常方便 而且还具有用料省施工方便等优点 赵州桥不仅是一座美丽的桥梁 更是一座具有深厚历史和文化底蕴的文物古迹 唐中书令张家珍所作的赵州大石桥名 开宗名义的第一句话就是 赵州小和石桥随降李春之计也 证明了李春是赵州桥的修建主持者 此外赵州桥还是水浒传中的重要场景之一 被誉为水泼梁山石井之一 如果你有机会来到河北石家庄 一定不要错过这座壮观美丽的赵州桥 感受古代工匠们智慧或财情的结晶